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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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太多的超乎想象 这片区域拥有近900个内陆 其湖泊面积却占全国湖泊总面积的27.8% 也由此形成了我国湖泊研究领域的一个地理单元 猛新湖区 在干旱小雨的西北边陆 为何会有如此之多的美丽湖泊 世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 与这一棵棵如蓝宝石般的湖水 又有着怎样的动人故事 本集《湖泊考察队》将继续在蒙新湖区考察 在喀纳斯湖走进土马人的村舍 领略这只马背上的古老部落 一路迁移艰辛跋涉的故事 穿越高山峡谷 跨过天山山脉 前往沙漠中的千岛湖 探寻刀狼人世代传承的生活方式 最后到达我国最大的内陆淡水吞吐湖 伯斯藤湖 参与冬日里热火朝天的冰湖古旅 一路行驶 考察队来到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西北部 这里有一处被称作人间净土的土地 它犹如一片绚丽的羽毛 飘落在阿尔泰山的冲山郡里 远处雪山耸斥 山腰森林广布 山脚草垫铺展 布尔金河缓缓流淌 串珠状分布的胡锅仿佛散落在山间的闪亮珍珠 而卡纳斯湖正是其中最耀眼的一颗 绸缎般光滑平静的湖面仿佛一块翡翠相见在山谷之间 波光淋漓飘散着童话般的色彩 可是令人不解的是 卡纳斯身处我国西北内陆 南侧就是我国第二大沙漠 古尔班空谷特沙漠 与干旱荒漠区相连 卡纳斯却为何会呈现出河流纵横 森林茂密 草场葱绿的景象 卡纳斯湖又是如何在这样的环境下诞生的呢 考察队沿着湖畔行进 当来到一片滴滴草原时 一座座方座尖顶的小木屋映入了大家的眼睛 向导告诉考察队 这里是图瓦人的居住 他们是一带聚居在卡纳斯湖畔 过着自己自足的生活 走进屋舍 考察队结识了几位当地的艺人 据说他们会演奏一种图瓦人独有的乐器 据介绍 这种乐器叫做除耳 是将一种生长在卡纳斯湖边的植物 晒干后打孔制成 一个乐器里面可以出来两个声波 两个声波 对 比如说这单音的话 加护音的话 我听出区别了 第二个好像有点和音的那种效果了 对 那个和音是从你的 呼 就是那个呼迈那个音是吧 呼迈音 哦 除耳发出的乐声 古朴苍凉 像是这只马背上的步足 一路迁移 艰辛跋涉的紧张 然而 在图瓦人的心里 除耳却是他们和大自然对话的一种特殊手段 离开图瓦人的村落 考察队来到了卡纳斯湖的六道湾 只见湖中有大量的枯木集结在一起 形成了茂密的水下森林 考察队了解到 这片浮在岸边的枯木 集结在一起 足有千米之长 当地人称它为枯木长堤 这一景观 也是卡纳斯地区远近文明的自然奇观 可如今 千米枯木长堤却沉入水下 意味着卡纳斯湖的水位 因年纪或者季节变化较大 这会不会与湖泊的水源有所关联 考察队向卡纳斯湖的水源地行进 一路上山 大家明显感觉到 山中植位茂密 湿度较高 与西北地区的很多山地差别很大 继续向上盘爬 考察队渐渐步入了银庄素果的世界 不脱时 一行人的脚下出现了厚厚的冰川 这个冰川的厚度 这个地方应该是49米 接近50米 接近50米这样一个厚度 它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因为我们现在处这个冰川的位置 就是一个冰川的一个冰尺的那么短 也就是冰川一个冲下谱 看着脚下正在不断融化的冰川 专家解释说 喀纳斯湖蓄水量如此之大 只有附近高密度分布的冰川 才能持续浮济 也正是由于冰川补济的季节性变化 才使得喀纳斯湖的水面高度 出现季节变化和年纪变化 都十分明显的现象 专家接着解释说 阿尔泰山为亚洲中部国际山脉 其最高的几座山峰 将大西洋最后的水汽 拦截在了喀纳斯湖周边地区 形成了大量降水和广布的冰川 也使得当地气候相较周边更为湿润 正是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 取得地主我国西北干旱地带的阿尔泰山脉 拥有了罕见的低海拔高维度冰川 也让喀纳斯地区拥有了我国西北干旱地区 少有的湿润气候 成为隐藏在我国西北边陲的市外桃源 离开喀纳斯湖 考察队开始向南前行 一路跨过准嘎尔盆地 穿越天山山脉 前往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刀廊千岛湖 塔克拉玛干沙漠也被称为死亡之海 这里除了酷热和风沙 几乎没有任何生命的存在 随着进入沙漠腹地 风沙也越来越大 巨大的沙丘在锋利的作用下不断移动 驼队刚刚留下的脚印 不一会儿就被西沙掩埋 一路上考察队的身边 不时出现一些濒临干涸的湖泊 这让队员们不由得疑惑 在蒸发量极大的西北荒漠 真的会存在一个千岛湖吗 大约行进了几个小时后 一片绿色从单调的荒漠中跳脱出来 向导说 刀廊千岛湖到了 逐渐靠近后 考察队的眼前 出现了一汪了无边际的碧色湖水 一个个绿色岛屿点缀其间 故时有成群的水鸟 从人们身旁飞过 俨然一片 无视江南 盛似江南的美丽景象 资料显示 刀廊千岛湖的水域面积 约为13.4平方千米 大约相当于两个多溪湖 在干旱少雨的沙漠地区 这帮美丽的湖泊 就是水鸟的天堂 向导介绍说 考察队踏上的这座小岛 就有很多刚刚孵化出的小水鸟 于是大家每走一步都非常留意 以免踩到这些可爱的小宝宝 行走间 湖面的一位老者 引起了考察队的注意 他竟然用鱼叉捕获了一条大鱼 当地人介绍说 千岛湖中的鱼产资源非常丰富 因而居住在湖泊附近的刀狼人 掌握了娴熟的渔猎技巧 这时考察队了解到 千岛湖附近将要举办刀狼人的聚会 在盛情邀请下 考察队成员来到了聚会现场 在刀狼人的聚会上 除了曼妙的歌舞 还有一样东西必不可赏 那就是刀狼烤鱼 由于长期以来以鱼猎为生 这些大漠中的渔民 特别擅长烹饪鱼类 从千岛湖中捕获的鲜鱼 在简单处理后 利用柴火燃烧的温度将其烤熟 最后再撒上盐水 没有复杂的工艺 但一切都是基于就地取材 保持食物最原始的味道 美味的食物 迷人的风景 考察队在陶醉于美景的同时 心中也充满了疑问 在塔克拉玛干 这个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的包围下 千岛湖是如何得以幸免 而没有被沙漠所吞噬的呢 专家解释说 在我国西北干旱地区 有着许多巨大的山系 例如昆仑山 天山等 每当气温上升 高山上的冰川就会融化 千岛湖就是由这些冰川融水汇聚而成 同时千岛湖湖盆处于海拔较低的位置 一旦出现洪水 水中携带的粘土等物质 最终都会沉积在这片区域 粘土是天然的隔水层 这就保证了湖水不渗漏 水下拍摄的影像显示 在沙漠千岛湖的湖底 水草生长茂盛 一层厚厚的淤泥沉积在湖泊的底部 正是这厚厚的淤泥 保护了千岛湖珍贵的湖水 市集虽然被塔克拉玛干沙漠所包围 但始终没有被沙漠吞没 水是生活在干旱区的人们 最缺乏的宝贵天员 建造了一座美丽家园 由于地处高纬度地区 新疆的冬天显得无比漫长 刚刚进入11月份 天空已经飘下了雪花 考察队沿塔里木盆地 一路向东北方向行进 前往我国最大的内陆淡水吞吐湖 卓斯藤湖 数十年前 那里还是一片人际罕至的荒野 而现在 它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 到此寻觅至富的机会 距离天亮还有三个小时 考察队在大雪覆盖的荒野中 全速行进 茫茫荒野上不仅南边东西 气温更是达到了零下二十摄氏度 一个半小时后 东方露出了晨光 一群从河南 四川 吉林和新疆 各地匆匆赶来的人立即下车 不顾滴水成冰的严寒 开始烘烤着 即将为他们带来财富的锅拉鸡头 在燃放鞭炮 气球上藏眷顾之后 人们开始用巨大的钢锥 插入雪地中央 随着钢锥砸入地面 一股股水流竟然向上涌出 不一会儿 地表竟然开掘出一米见方的水池 原来 考察队的脚下就是波斯腾 河南人沈孝昌 是这次行动的总指挥 至今已经当了几十年的鱼民 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照射到冰面的时刻 每个人都在抓紧时间 做着最后的准备 鱼民们说 冬天捕鱼被称作打冬鱼 与其他季节不同的是 打冬鱼只能选择在 湖冰十分坚硬的三九十几 沈孝章告诉考察队 近几年 他们从中国东北地区 引进了那里常用的巨网骨捞法 这种方法在东北查干湖 静波湖等地 曾经创造过一网数吨的高产纪录 沈孝章希望在大西北的波斯腾湖 也能够创造惊人的补饱量 沈孝章介绍说 巨网捕鱼的关键 在于这张巨大的鱼网 这张鱼网都从这个长不过两米 宽仅有一米的长方形入口 放入水下 网据的两端被绳子拴住 由两个可以人工控制的潜水器 牵引展开 在大网展开之后 再由潜水器将巨网两端的牵引绳 送到数百米外的拖拉机头处 拖拉机头牵引大网 向前缓缓行进 将鱼群收入网中 整个巨网将在冰面下 行进两千米 最终在放下鱼网十个小时后 将巨网牵引出水 十个小时后 两边的鱼网 在潜水器的牵引下 合到了一起 两台卷阳机开始同时发力 此时要用最快的速度 将鱼网拉出水面 所有人都在等待着令人激动的时刻 因为这一网究竟能打上多少鲜鱼 决定了大家这十多个小时的艰辛 究竟有多大的价值 可能我们这个观察 跟下关王现在鱼的密度 每一网都应该在五点左右 这都算比较低的场合 然而 让所有人感到撑目结舌的现象发生了 长达两千米的巨型鱼网中 竟然空空如也 没有一条鱼的影子 这样的结果 让整个东武队感到十分沮丧 冒着自古的严寒 整整一天的劳作 收获的竟然是一张湿漉漉的空网 一时间冰面上陷入了一片沉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沈校长决定 趁着鱼群尚未有远 赶紧组织人少 在这附近再下遗忘 也许这一次就能 这一次他们一定能得到上天加倍的补偿 然而 让人感到啼笑皆非的是 尽管每个人全神贯注 尽管大家一再注意保持 两边渔网行进速度的一致 但是收网之后 东部队面对的仍旧是那张湿漉漉 轰荡荡的渔网 紧接着在第五天 第七天 第九天 第十一天 沈校长指挥东部队连续打捞了六网 竟然都以失败告终 沈校长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因为这在他多年的捕鱼生涯中 还是头一次遇到的奇怪现象 就是考虑考虑 这咋回事 王局也没说调整 各种各样的方法都想过来了 撒羊办法都想完 怎么还铺不上鱼 专家考察后发现 东部队捕鱼的地点 确实非常接近波斯滕湖的最深点 不过 要成为鱼群的理想跃动场所 仅有深度还远远不够 还要寻找耳料丰富的地方 考察队驱车沿着湖泊进行大范围考察 当来到一片平坦的开阔地后 眼前的景象让我们感到非常惊讶 这里竟然密密麻麻 长满了一眼望不到边的芦苇 这些芦苇平均高度接近6米 最高的能够超过10米 放眼望去 简直就是芦苇组成的海洋 向导告诉考察队 波斯滕湖西岸和北岸 总共分布着450多平方千米的芦苇 专家说 波斯滕湖位于天山脚下 天山的冰川溶水 在进入波斯滕湖之前 会流经这一带广袤的平川 这里地下水位很高 土壤中各种养分充足 加上新疆强烈的光照和温差 使得芦苇在这一带成为了优势物种 绵延百里不绝 而如此大面积的芦苇 在这里自然生长 意味着波斯滕湖的西北水域中 很可能拥有大规模的渔群 专家的推测 使动物队再一次坚定的信心 他们立即将巨型渔网 运至湖泊西北角的一处湖湾旁 再一次破冰 又一次下瓦 这一次渔民们能够看到 期盼已久的婚后回报吗 天色又一次暗了下去 在一片星光中 出网的时刻也再一次来到 突然在昏暗的灯光下 渔网中出现了人们期待已久的场景 越来越多的大鱼 闯入了人们的世界之中 最大的哀鱼 最大的哀鱼 体长是102厘米 为了安全起见 考察队将暂时休整 等待来年开春再次踏上征程 前往我国海拔最高的湖湖分布区 青藏高原湖湖 在我国面积最大的咸水湖 青海湖 破解水鸟消失之谜 与查卡沿湖 感受天空之境的极幻美景 最后到达德令塔 探寻一水一世界 两湖两风景的长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